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张主任交代 最近有特别加强警戒 听见没有 是 没吃吧 带上 是 不错 这是你写的啊 对 司令 你认不认得这几个字 认得呀 那你给我念念 保卫国家 范司令 林坤鹏 好 孩子 你记不记得当时 我跟你爹分别的时候 我跟他说的那段话 记得呀 您说 林兄 你能让这孩子有万夫不挡之勇 却不能让这孩子机智过人 你把这孩子交给我请放心 他天生度数习武的好料 我保证 还给你是 一定是智勇双全 好啊 孩子 你能一字不落地记住 我当时跟你爹说的这段话 一说明你是个有心智 二说明你是一个重情义智人 昆蓬啊 你记不记得 你爹为什么跟你起昆蓬这个名字吗 为什么 这是庄子逍遥有礼的一句话 卑民有余 其名为坤 坤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 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 坤鹏就是一种神奇的大牛 你爹跟你起名坤鹏 就是希望你长大以后啊 去做一个志向高远 才能卓越之人 一个名字还有那么多奖油啊 有功夫是一个方面 但是 要是能够用知识 文化去武装自己 那才能做到如虎天意 那才能真正去做到一个 志向高远之人啊 坤鹏 我想最近让你到军政干校去学习学习 那不行 俺爹说了 给您千马追到寸步不离 您要是有半点闪失 俺就再甭想见他了 我这让你去学文化 怎么着 復刑场吧 你干嘛不去啊 不是司令 看见字头就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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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 上 呦 司令 搜索司令部的周围 加强对政治部周围的警戒 是 你们两个留下 你们两个跟我来 是 是 司令 怎么样 司令 没受伤吧 没事 没事 说 谁陪你来的 我的兄弟 我和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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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申请 我和平常人的名字 拒绝了 但是 我和平常人的一名 我和平常人的名字 我已计算是时机的 我计算是你们的故事 你还没用 我还没用 我还没用 这件事 还没用 你为了 我把两次被打到 准备了 对 我必须的 设定是 必须 这样子 我知道你们诸位 都很关心我范某个安全 在此 我谢谢大家了 不过 对于刺杀我这件事 我觉得 没准是件好事 最近 金浦和平汉两条铁路 都有日军的军列在南下 这就说明日军正在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放到了 追剿中央国民政府上 对于刺杀我 正说明日军已经无暇顾忌于六区 那么下一步 你们说说该怎么办 司令 我们要抓紧练兵征兵 这只是一部分 于广 你说呢 正好趁日军 无暇顾忌进犯我第六区的大好时机 我们应该加强对各区各县的政权建设 使其成为抗战的基础保证 加快对地方武装的整编 使其成为抗战的有生力量 唯有我强才能克敌之声 唯有我强才是对司令最好的保护 说得好 王参长 最近的练兵和征兵就由你来负责 是 在各武装力量的整编上 就由政治部负责 是 利用这段间隙 我把六区下辖十二个县的县长 进行调整 在各县成立保安大队 各区成立保安中队 在职务的鞭配上 我们一定要认人为险 不管它什么党还是什么派 首先它得保证它是抗日派 对接受整编的各武装力量上 我建议政治部可以授予 某某支队这样的方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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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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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 前面就是晕倒了 过不去了 要不咱们绕一道回司令部吧 你用车把这个老乡啊送到医院去 司令 张主任他们还在政治部等着呢 你用车把老乡送到医院去 我不行 赶过去就行了 是 是 范先生 真是好人啊 真是真是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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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各位老乡 帮个忙 好好好 来 帮忙 帮忙 走 走 走吧 看来司令 有事情耽搁了 时间不咋了 我们就不等司令了 你们 尽早动身吧 嗯 苏方 助理啊 葛大峰的情况你们应该了解 他呀 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对待这样的女人 要讲究方式方法了 最好不要硬来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哦 对了 葛大峰有一个拜把子兄弟 叫做牛岳光 前段时间投靠了日本人 当上了四驱的黄蟹军司令 就在葛大峰十几里外的秋装 咱们去做收编葛大峰的工作 日本人很有可能也会去劝详 所以 你们一定要小心行事 何方经验比我丰富 还有小曹餐吧 三个臭皮匠也顶得上一个珠格亮 您就放心吧 嗯 好 走吧 那我们走了 走了 都上猪烟去 好 到 曹三王 曹白王 你们这是要去收编葛大峰 是 好 窍楼打足了吧 打足了 那祝你们凯学 好 那我们走了 走了 是 曼平 你怎么要去啊 参谋长派我去的 葛大峰这样的土匪 不要寄予什么希望 叫我你们去 也就是招招样子 就算是收编了 也没什么用 到那边自己注意安全 放心吧 早点回来 走了 走 快点 去吧 来喽 那边 走 葛大峰 这次敌人历杀司令没有得手 一定不会干系 我们加强了对司令的保护 还要加强对司令家人的保护 一定要防止敌人对司令的家人下毒手 你的意思 是先把司令的家人转移入 对 秘密转移到咱们的大后方 延安 目前来看 这是最稳土的办法 但是范司令的性格咱俩都了解 我担心他不会同意 你的想法跟他说了没有 他什么意见 没有 咱们组织上不是 有原则吗 组织上没有通过的事情 我不能随随便便跟司令 说我的想法 这样 我去向审委汇报 你啊 跟司令去聊一聊 但记住 最后不要强强 来来来 我来我来 要不着 打住啊 来之前 咱俩就说好了 在鲁西北革命根据地 咱俩之间 你只能叫我郁光 不能称呼部长 这不是不习惯吗 反正现在又没人了 我叫你一声部长 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那也不行啊 现在形势这么复杂 目前我们还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政治部 我就是你的下属 你绝不能按党内的穿湖来叫我 明白吗 你小子笑什么 严肃点 你这口口声声说我是你上级 我问你 有你怎么跟张浩说话了吗 姚俞光同志 你也过去严肃点 是 对不起 你不然 你不然 你没有什么 我以前真是在这个颗子 我跑去双�� 就不然 是 我现在也好 你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 就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死了也不冤呐 好 那咱哥几个去坐坐这洋玩意儿 不许动 你们是 乖乖的 挺老子的 去卧龙山 是 是是是 哥几个 上车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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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哎 若霍 我听说你女哥你漂亮 我都没见过呢 到底谁啊 嗯 没见过 那可不一定 啊 男不屈是 男不屈不屈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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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说 树林啊 你可摔了七回 何发 你更牛 你摔了十四回 这次不算 你们在这儿说话 我都没看见路 这能算吗 得了吧你 哎 别拉不出尺 赖毛坑 咋的 他说得挺个儿啊 哎 我看哪 他是想攒钱养媳妇 哎 有车来了 你过来 哎 那不是我爹的车号 这车是这么多的吗 你没事 哎 哎 是我借车 不好 自立出事了 快去 二哥 这洋玩意儿就是洋玩意儿 这盾都是软乎的 舒服 你起跑出事不多了 快点 快点 小嫂 你怎么办 没事 没事 就下来了 哎 哎 你们说啊 这小鬼子干的还是土匪干的 小鬼子不会往山里开 应该是土匪 土匪 这 难不成是把司令给 别说了 司令男外重要 赶紧上这队 快走 快走 昆彭 哎 车去医院了 还没有回来吗 哦 应该快了吧 要不你们再等等 等车回来了 赶跟司令说说 让你们也坐坐小汽车 给你们送回去 我爹 得了吧 我们还是自己走路吧 走了啊 再见啊 小姐 走了 再见啊 小姐 再见 站住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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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动打死谁 别动 我先给我下了 是 别动 别动 等兵呢 哪个部份呢 我们是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的 弟兄们 是哪个儿的 老子是抗日益勇军 专打鬼子 二爷 这是从他们身上 揍出来的信 没有钱 不要 好 就剩这两个大爷 如果我猜得没错 弟兄们 应该是 葛大当家的兄弟吧 算你小子有眼力见 怎么着 我们几个人 是专门特意来拜回葛大当家的 自国有云 双方交战不展来时 正何况 我们还没有交战 你们就这么对我们 不太合适吧 到我们家山头 就得唱我们家的歌 怎么着 钱不合适是吧 还有更合适的 来 兄弟们 我跑了 带走 葛大当家的 你太过分了 我是看在你结伴兄弟 刘先生的面子下 彩虹卷阁下小种天荒 你不要紧急不去去罚酒 姑奶奶我是中国人 你们日本人 来我们中国干什么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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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什么 建立什么 大东亚共荣 我看你是睁着眼说起来 我瞎话 还有 别在我面前 替牛岳广这个人 因为他辱没了祖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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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快 不准再胡言论语 再说 割下你的舌头去下酒 行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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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东家的 那人 谁啊 面生啊 日本人 日本人 这是日本人送的洋玩意儿 送的洋玩意儿多了 送大洋 送枪 还送军装 还送什么黄邪军司令让我当 能当吗 大当家的 甭管咋说 日本人能来拜见你 是把你当人物 生哪闷的气啊 是啊 你以为 当黄邪军司令 是好事 这要看大当家的棋 往哪摆了 往哪摆 大当家打的是 抗日义勇军的喜好 当黄邪军 投靠日本人 那是卖国求荣 会成千古罪人的 只要有吃有喝 管他酿了什么罪人不罪人啊 放你娘的狗屁 敢学牛刀子当汉奸 小平 喜欢吗 你接了范仲仙的车 范仲仙是司令 大当家的你也是司令 以后这车就留在山上 当大当家的座齐 是啊 你把范仲仙给杀了 这次算得命大 不在车上 只抓了个司机回来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跟范仲仙是私人恩怨 我要亲手杀了他 不准碰他和他的家人 不准打抗日游击队的主意 因为他们是想当当的汉子 他们才是打小日本的 你可好 截了范仲仙的人 缴了范仲仙的车 你好大的胆子呀 来人 给我押回山洞 家法伺候 范仲仲仲仲 范仲仲仲 你车了 你饶俺这一回啊 范仲仲仲 阿民一心糊涂 饶了阿民这一回吧 车没事 人 人也没事 人在哪 少了一根寒毛 我活屁了你 走啦 范仲仲 抓了三个当兵的 说是那个范司令 派来给大当家送信的 解开面罩 都摘了 我爹呢 你们这帮臭土匪 司令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老子给你们拼了 爹 少废话 该将有交易 大当家的 司令有人的 是 把开车的给我请过来 好 刘师傅 我爹呢 二少爷 你们这是 打当家的 您见识唱的哪一处 哼 画子里没上山 这人好好的 是他们 是我们把刘师傅 请上山的 误会 都是误会 一场误会 司令没事就好 反正 你们范司令的这辆车 我也销售不了 你还是开车回去吧 二少爷 赫队长 咱们是不是一起 刘师傅 你先回去吧 我们还有任务 这不正好吗 反正任务也完成不了了 一块走得了 好 刘师傅 您回去跟司令说 我们没事 好 坐吧 大能家的 刚才您也认识了 这位就是范司令的儿子 范树黎 我是鲁西北抗日青年体力大队大队长 何方 这位是参谋部的参谋 曹兰平 我们代表鲁西北抗日司令部 奉范司令之命 前来拜会大当家的 行 行 霍西北抗戈大奉 竖起抗日义勇军的大旗 祝先欣喜不已 倭寇放我中华 占我河山 辱我百姓 我中华儿女 定当立志驱除沃寇 方不是英雄本色 但凤山寨擅自征梁 收款掠钉 触放国家行律 无可不予追究 愿于凤山寨联手抗帝 包你吃黄粮 拿军饷 堂堂正正抗帝 共保一方平安 相关事宜由属下当面赏议 切莫怠慢于推辞 大当家的 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地谈一谈 莫急 莫急 二当家的 在 去 北大旗 好好款待这三位兵爷 好嘞 我读过三年书 识字不多 要有什么话 尽管直说 大当家的 重情重义 黑白分明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啊 就是希望 大当家的 可以跟山上的弟兄们 与范司令 一同抗日打鬼子 好啊 抗日打鬼子 不在话下 义不容辞 没说的 俺葛大凤 还打出了 抗日义勇军的旗号 只要这小鬼子 敢踏进俺的地盘 俺定让他有来无回 谁 大当家的 对抗日 有豪气有稚气 让何方深感敬佩 不过 鬼子来势汹汹 装备精良 如果真的打起来 就咱们山上的这些弟兄 和落后的装备 很难对小鬼子的机枪打炮啊 到时候 只怕大当家的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谁有此理 你这是助鬼子的 威风猎山寨的锐气 大当家的息怒 我只是实话实说 大当家的 这位长官说得也没错 您先消消气 再听贺大队长 好好跟您说道说道 跟谁联手都好谈 唯独跟范主仙联手 免谈 我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 你 树林 大当家的 我知道您跟范司令 有一些个人恩怨 不过现在 外敌亲我中华 杀我同胞 这是国家的耻辱 民族的大痕 我恨于家仇 孰轻孰众 我相信 您的心里比谁都清楚 素文大当家的 一向深明大义 我希望 在民族大义面前 暂且把家仇放一放 与范司令共同携手 共欲外儒 保我家国 你们的命令族 众手 回家咱们 金蜜 我们正在卫衡 会遭 便宜了 那些刀里面 平时 吴国家的 安安又有些怠慢 要不咱们边喝边聊 行吗 这一天你跑哪去了 在半岛上叫土匪给劫了 快快快 进来吧 对啊 能速发aya 岁월啊 如果发生…… 不管什么事情 一切将得好好有地 要塞員の開館式に出席 奴の車が司令部を出たところ 大砲で狙えば奴の死は確実です それから我々との協力を拒んだ法三才も始末できます これぞまさしく一石二鳥です それから説明しています 司令、9時10分かぁ また後悔会で出席をすべて待機関係部を表現しています そのような事が終われば。 今後悔会後悔会、ここから行くと候補部をしながら じゃあ要進行養殖所。 はい 行く よし 行く 行く 座 鸟 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上车 走 上去看看 大人 是 我们营丶投兴计划决定了 但他把那些人负责了 但他把那些人负责了 将军人负责了 三島北西部へ的侵攻 怒惑了 羽谷学科 反竹船是硬核 计划是失败的 但仲格也有了 爆发事件的北崎 反竹船是杀大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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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争论是厉害 互相被杀了 中国的争论是杀大砲的 争论是杀大砲的 我们也能够抗争 硬核计划还没有结束 反竹船是杀大砲 他们都会被杀大砲 对 今天汽车爆炸 嫌疑最大的就是凤山寨的葛大凤 车是他的人接上山的 却轻而易举地放了回来 一定是他们做了手脚 安了炸弹想害司令 报告 进来 爹 树萍啊 你怎么来了 娘让我过来看你 你没事吧 受伤了吗 没事没事 我这不好好的吗 你吓死我们了 回去告诉你娘 不用替我担心 炸弹到底是谁放的 抓到人了吗 这不在追查吗 肯定是葛大方他们 亿望土北搞的鬼 肯定不是葛大方搞的鬼 原因很简单 这是一颗定时炸弹 而定时炸弹 只有日本人有 定时炸弹 炸弹 咋定时啊 哦 想让他杀出炸 就杀出炸呀 小贼 这是科学 不懂了吧 在一边待着 别在那查话 司令 树梨和房他们 现在还在凤山寨 到现在都没回来 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 什么 他们俩去葛大方山寨了 我说这葛大方可够滑的啊 让咱们吃饱了饭 喝足了酒 就是不说一句明白话 小曹 嗯 你这是喝了两口酒 就乱说话 人家葛大当家的 好吃好喝的招待咱们 够朋友 得了吧 他这是给咱们 管迷魂汤呢 让咱们吃饱了 喝足了 等咱们晚上睡了 说不定咱们来那么一趟 他要是想杀咱们 咱们还能活到现在啊 你看他耀武洋为神器的 比咱们司令还牛气 牛啥呀 他是把自己当成花木兰和木鬼英了 可人家花木兰和木鬼英 那都是报效国家的 可他给他放他 噓 噓 葛强勇儿 他葛大凤 绝对是当代的 花木兰和木鬼英 等我回去 报告司令 把葛大凤 定为一匪 是啊 那葛大凤 拉杆子 那是情有所迫 要不是没爹没娘的 像他这么知书达理的人 怎么可能当毒匪呢 他从医院跑了 你知道我爹咋说的吗 咋说的呀 我爹说呀 葛大凤啊 重情之礼 可惜呀 走错路了 唉 他们还说把你当义匪看待 是 可是你们不知道 这江湖中的险恶 安担心 一旦接受了 范朱贤的收编 万一有一天 他翻脸不认人 咱们岂不成了自投罗网 老大 你说别人我信 你要说范司令是这种人 打死我也不信 唉 再说了 你拉杆子抗拳抗税 他总不是长久之计吧 现在 可是个好机会呀 我倒不是为了自己的安慰担心 我是担心手底下的这帮弟兄们 您是 怕弟兄们自在惯了 受不了那份约束 不想接受收编 我怕害了弟兄 老大 你说咋办 他们现在可是主动找上门来了 别错失良机呀 再说了 就与他范司令的兵力 要叫咱们山寨 不在话下吧 行行 别放了 让我好好想想 你们俩再去他们那儿 帮我探探口风 快去呀 哎 司令 你看看 怎么样 不错 就是小了一点 我是按照标准尺寸做的 我说的不是尺寸 而是内容 怎么着 我希望在这沙盘之上 一目了然就能看清楚 敌我双方的态势 是 是 我是把保安司令部 改为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 但是 你不能只局限于鲁西北呀 这就不对了 在这沙盘之上 还要体现出鲁南 鲁中 气南和鱼北 卑职目光短浅 这样 我 我重新制作 抓捷时间 是 林营长 哟 你调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哦 是这样的 经过我们的仔细分析 姚校长他说的没错 安装在车底盘的是一枚定时炸弹 射击精密 而且威力巨大 这种技术 一般的土匪无法掌握 肯定是城内的日本特务所为 跟葛大凤无关 你看看 你看看 我们差一点冤枉了葛大凤 耽误了我们的收编计划 货带 太多了 你 想想想想想想 是